大家好 我是 Florence 我從事了貿易工作已經超過二十年 亦都幫過一間全球第二大的眼鏡和分銷公司 任職他們的區域市務經理 亦都在很多不同的上市公司任職市場推廣經理 我合作的品牌和服務品牌 都有很多很高端的精品品牌 包括了 Cucci、Dior、Polo、Burberry等等 在市務推廣方面都非常有經驗 非常之好 其實以前來說多數會做一些 offline的事 包括一些廣告、活動和推銷的銷售活動 現在很多東西都搬上網上 可能現在好像大家都可以在網上見到我 例如開會等等都已經轉型了 現在做活動都已經搬在網上 其實在英國的過渡 市場主要都是面對幾個挑戰的 第一個挑戰就是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做活動或做推廣時 都會需要牽涉到很多的支出、費用等等 究竟怎樣可以將一元變成無限倍大 這個都很考慮市場 他們能否用每一分錢可以提升到ROI 第二就是一個時間 譬如剛才說 由 offline 變成 online 的時候 究竟怎樣可以和這個時代競賽 另外當我們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迅速地變化 而我們怎樣可以把時間的節奏 其實都很靠那個市場主要很應變 以及他的思維要可以變速得很快 去配合時代的轉變 另外市場主要來說 很多時候都會牽涉到很多人事 以及很多人際關係、溝通等等 這方面亦都需要好配合 因為我們可否把一個資訊很有效地 去傳遞給我們的客戶 無論是我們的商務客戶 或是一般的消費客戶 都是很靠市場主要能否把信息表達得到 去做到一個很好的人際關係 最後一件事是很靠市場主要提升的 就是一個創意 因為每一年可能我們做的活動 尤其是商務的活動 很多時都可能是有重複性的 而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時候可否有一個創意 給到我們的客戶 給到我們的受眾呢 這也是很靠市場主要提升創意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現在有很多主題的公園 他們每一年都可能有一些節日的活動 包括例如Halloween 或者聖誕等等 究竟每一年都要做那一類型的活動 的時候 怎樣可以創新 令到一些戶客可以有新意 去吸引他們去再次去體驗呢 這個新的體驗創意 都很需要靠市場主要和他們的團隊 去接觸和發揮出來 然後再看看工作架構 因為有些公司 他們in-house marketing 會先做了一個初步的建議 接著會交給他們的pr agent 或者廣告的agent 去幫他們提升創意發揮 因為其實就算廣告公司 他們都需要先有一個方向性的 譬如我們今年可能我們搞一個活動 可能是想要Halloween 但Halloween只是一個很初步的方向 究竟可以是 原來我們要去很恐怖 還是很娛樂性 或者是一個很親民的感覺呢 這些來說 我們都要讓那個agency 去知道我們那個方向 或者那個體驗的定位 令到他們在我們做創意的時候 是更加可以配合到我們公司的需要 in-house marketing 有時候有部分的工作 都會是在自己做的 可能是一些b to b的活動 可能我們都會先有一個自己的團隊 和我們有自己的designer 可以做了那個初步的建議 甚至乎可能很多的pops等等 都是我們自己in-house做的 所以其實agency和我們in-house marketing 都是會互相配合的 Floran Sir 你見證著這麼多不同的朋友 的marketing發展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可以贈給他們 好啊 其實首先就是 似乎他是剛剛入行 還是他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如果是剛剛入行的話 其實作為一個新進的marketer 他最重要就是 保持一個謙虛的心 因為marketing實在要牽涉的東西很多 包括了有production的東西 亦都有creative的東西 甚至乎可能是很多 要牽涉到的接觸的人面 可能很大的範疇 包括了可能是公司的老闆 一些工作人員 真是落手落腳去打野的人 所以其實他一定要很謙虛 令到他自己可以多方面去 吸收不同的經驗 而作為一個已經做了一段時間marketing的人 其實他最好就是 要時刻保持一個學習的心態 因為如果他只是在自己的行業來講 正是持續地去做事 其實可能很快就會用盡了他的創意 但當他不停地學習 尤其是他可以去學習一些不同的範疇 和他自己的行業可能沒有相關的話 是更加好的 因為他可以在通過學習的過程 將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創意 去融匯貫通 令到他可以將一些不同的行業的取長補短 令到他可以發揮得更加暢順 所以我會建議保持謙虛的心 以及持續不斷學習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在職場marketplace的分享 也可以在我們這條影片後面留言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也可以約出來喝杯咖啡 再交流多些 好的 拜拜